像噴噴魚丸 水晶餃 豬皮豬肉 再淋上大骨熬的湯 彰化鹿港老街这间老字号综合汤 有92年历史生意超级好 却爆发口角冲突 因为宋素桌老板标骂老板娘 旁边客人看不下去劝了两句 指控老板突然爆气朝他泼洒热汤 害他右手臂跟脸部二度烧烫伤 让大面积红肿 汽水泡 他在跟老婆骂得很大声 我说你做个男人不要那么大声 警方到场了解事情经过 老板依旧火气很大 解释是客人先对他骂三字经 老婆是他在骂的 就剥了他的摊子前面的丸子 结果他就摇热水泼向我弟 双方互控口出而言客人一气之下 拿外带的丸子汤丢向老板 老板反射动作出手一挡 热汤就泼洒在客人的手臂上 连老板娘也受伤 客人借入劝盒时遭老板辱骂 该名客人徒手拨弄 摊放上至鱼碗 并将汤丢止回摊位 老板便迟汤勺将热汤 拨撒至客人身上 明点声音好 老板忙碌起来 对老板娘大小声 客人公亲辨事主受伤送医 已经提告也绝对不会 再去广顾 记者 陈胜王俊杰 李云杰 彰化不道